今天呢有时间了给大家详细的来一遍那个撒网的那个教程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那一看完 咱们今天讲得仔细一点 可能用的时间要长一点 一定要看到底 你看完以后肯定多多少少的有点帮助 尤其是新手朋友们的咱现在开始 然后呢先从这个网头上盘圈 就这样一圈 就这样两圈 三圈 别管你能往大还是小 你往长的时候盘的圈是多呗 往短的时候盘的圈就少 最后的时候是遮叠的 虎口是朝上的 虎口朝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和你的这个脸部差不多高就可以了 现在把这个网呢 拉开 拉开以后吧 先把这个网探网 这个是要探网 把这个网探成一个圆圈 看这个手法不要需要锻炼了 就是盘圈 为什么要盘圈吧 盘圈的话能把这个网的坠着 分散的非常均匀 把这个坠着只有分散的越均匀 这个网才容易散开 不用着急慢慢的来 这种手法我就需要锻炼 可能你一开始的话不会盘 这个网都坠着都让它往里面趴 坠着摆的越均匀越好 越均匀你剪网的时候剪的网越板正 看看排一个圆圈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啊 然后从里边 从你大体的膝盖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这样 就这样 扯起来以后大约两个兜吧 就一路网就可以 抓在这个坠着的上方 就这样往这一搭就行 一定不要让手那个缠到往里面去 然后就这样 现在用虎口 就是用这个手的虎口 直接就要加入这个底缸 加入这个底缸 也是从膝盖的地方 就这样慢慢的 慢慢的往里面剪网 这个手法呢 是大拇指和四指加入 用这个中指和这个无名指 慢慢的往虎口里面拨网 只要是拨在这个虎口里的网 就加着别动 看这个手要加着别动 然后往上提着剪 甚至呢 往右边转 这样你看这个 坠着剪排列的非常整齐 很有序 就让鞋子往上走 就让一直剪 剪到最后 剪到这个 最后立的有五六四公分的时候 就不用剪了 你看现在这个剪的网 非常板准 这个地方要要要捏住一排 不要乱动 不要松开也不要乱动 然后轻轻的右手往这一摆 这边呢 你就看到了 把这两三个都捡起来 两三个都捡起来 捡起来以后吧 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折叠手法 就让折叠一下 这边的手过来 过来以后完全抓住它 这样就绿色了 抓住以后吧 轻轻的把这个地方拉扯开 扯开了 拉扯开 好 这样就拉扯开了 扯开以后吧 这个网不要提 不要提起来 让这个网就是保持这种状态 不要动 不要动的情况下吧 这个左手大拇指和四指就让插开 一开始不得进去的话 你可以慢慢的适应适应 就这样打开以后吧 往这边一搭 看 往这里一搭 让你往直接保持原状的情况下踢起来 这样这个网就不容易乱 这样就 在这样的时候就可以撒了 咱看一下打的时候吧 看这个手腕一定要先把它握住它 不要就这样踢着 要把它握过来 握过来以后就这样握住这个网 握住网的时候吧 一定要背对着河面 就是你想打的方向要背对着 你不要就这样侧站着 你侧站着的话 你打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旋转的距离 然后你要背对着呢 你摆网的时候 这个网能旋转起来 就这个意思啊 就掌握这个角度 咱现在打打试试吧 就是往前面走 往后边来 到回来的时候就当翻手腕 这个翻手腕也不用刻意的去翻 你自然而然的就是翻过来就行 这样呢打出去以后 两只手是同时抛出的 右手一定要多使劲 这个方法要对一堆练习 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的话 你可能也打不好 但是你多加练习 熟能生巧 掌握住这个方法 来那咱就打一网 往前往后翻手腕 走 把这网就打开了 然后呢就是旋转起来吧 这个网 拉开这个扇面 一开始撒网 我可能不出 不出这个扇面 只要是你练练 它就会出这个扇面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 给点个红心吧 谢谢大家